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本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就是世界時事都合一 第一則新聞 就說一下這個國家 其實這個國家和俄羅斯有多長的邊界 是邊界接壤 他們呢 厲害 居然想夾大佬上戰車 他們就說 我們不反對和烏克蘭 是商討一件事 就是要向烏克蘭提供大黃蜂戰機 那是什麼國家呢 就是芬蘭 芬蘭總理馬林 其實我覺得馬林 當然是美女總理 有沒有發覺其實他都很膠 他想的事情都很理想 他就說我不管 他不理什麼呢 他不理國內外的批評 他知道有人批評他 他就說 不是制約父親義無反顧 是 制烏抗俄義無反顧 那麼他就說 他不會反對商討 一件事 就是為烏克蘭提供戰鬥機 而且 他呢 想 提供的戰鬥機更加先進 之前烏克蘭 其實這個德國總理索爾池 是FA-18大黃蜂戰機 不過 2021年12月 宣佈 向美國 很出名的軍備製造商 洛傑馬丁 就採購64架 F-35A戰機 他就說 馬琳這位美女 叫做總理 我們就會接收F-35新戰機 到時大黃蜂戰機 就從我們這裏 退下來 我們可以將這些戰機 給烏克蘭 但是 雖然 這個芬蘭 計劃是 將大黃蜂戰機給 烏克蘭 但是 你說的也廢話 他新戰機 因為他說要拿F-35 他買了 但是 2025年 你的F-35先到 那就是2025年 才給大黃蜂 其實 你說了跟沒有分別 說得太大了吧 你不如過多兩年再說吧 不過到時可能已經完結了 其實 這些媒體就說 其實他想 夾這個 大陸 亦都想夾拜登 大黃蜂我給了 那你給F-30 F-11 行不行 嗯 這麼說 拜登是沒有理 說回F-16 跟F-A-18大黃蜂 戰機 都是經典的第四代 戰機 他們問世的時間都差不多 地位都差不多 都被視為 是輕型的戰鬥機 在美軍當中是擔任 高 低配中的 低的角色 那麼 美軍的F-15 就是高 F-16就是 低 那麼 美國 海軍 將F-14 是 當是高 F-A-18 就是低的 其實 這個叫高低配 但是 這兩種戰機 亦都有很大的不同 那麼 發動機的數量不同 還有 降落強度都不同 還有 初代的版本戰機 其實 上面攜帶的東西 都是不同的 那麼當然 F-16就速度快 那麼 F-A-18大黃蜂 就比較 慢一點 那麼 當然 亦都各有所長 各有所長 但是 馬林女士 他的意思是 F-16不行 那麼 F-A-18大黃蜂 行不行 那麼 很多媒體就說 你是不是這樣 就是想逼拜登 逼其他西方的盟友 想夾拜登上戰車 因為之前主戰塔 夾夾夾都夾到 德國比 現在又想故技重施 馬林 原來 他亦都告訴記者 我 明天 即是節目出街 16號 17號又去基庫 不反對商討提供戰機一事 有人就說他其實就跟澤連斯基 赤貓尾 你說不反對 那麼我們就談 之後呢 說說說 芬蘭我們會給的 不過呢 都要美國同意的 明明 最後來又好像主戰塔 想造成一個既定事實 但是給你一次可以 第二次行不行呢 還有 我們說過 戰機 有樣東西跟主戰塔 是完全不同 就是活動範圍 你可以飛很遠的 我們看看 馬林就說 我認為我們是真的可以談 給這個大黃蜂戰機 給烏克蘭 輸送這些戰機 當然 他都知道 是要 接受必要的訓練 不過他都強調 現在我們 是未有任何決定的 不過 這個倡議 是需要國際合作 和盟友推動的 露出他胡理美巴 盟友推動 國際合作 國際是哪個國際呢 你沒理由找中國 國際就是你的成員國 歐盟成員國 北約成員國 當然他不是北約組織 不是北約組織的成員國 他當然想是北約 但是他們之前說要跟 瑞典共同進退 不過 想不到 瑞典的 首相 克里斯特松 昨天他居然說 芬蘭 比瑞典早一步加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可能性 增加很多 因為 他都知道 成全這個兄弟 因為瑞典爭取 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仍然 受到土耳其 強硬的反對 誰叫你之前給正軍 好像叫帕魯丹 有沒有記錯 帕魯丹 在別人的使館前 BBQ 別人某宗教經典 當然後來他就禁止了 這種行為 但是太遲了 你當時 還看上去 覺得是保護他 克里斯特松 就告訴記者 這幾個星期的形勢很明顯 土耳其是願意批准芬蘭入北約 但是對瑞典 是保留態度 反對反對 用保留真好笑 都差不多 一樣 即是 土耳其可能先批芬蘭入北約 克里斯特松也說 我們沒有證實情況是怎樣 但是我認為 經過幾個星期對話 我們初步的評估就是 芬蘭加入北約的時間 可能比我們瑞典是早的 嗯 芬蘭和瑞典 都表示希望 最似的 立陶宛真是 好東西 立陶宛 7月份就舉行北約峰會 厲害 因為你知道他習慣了去別人國家 叫做拜會 拜會用引號 即是去台灣地區 7月就有立陶宛首都 維爾紐斯的 北約峰會 他們希望 在那時候就可以成功加入北約 土耳其和 匈牙利 還未批准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 你知道 其實 要加入北約30個國家都要同意 土耳其終止和瑞典的 入北約會談是因為 1月份的時候 他們說明1月份的時候 有這個 示威 在斯德哥爾摩的土耳其大使館外面 有一位人興人的帕魯丹 就是 BBQ別人的宗教經典 多得他不少 多得他不少 鬼叫你當時又不制止嗎 已經太遲了 我記得 他當時還說這是言論自由一部份 我覺得不是 你這樣 不尊重別人 我覺得 真的不是言論自由一部份 好 這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聞到一些 鑽魚香 鑽魚香 這個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其實 應該在我們節目出門的時候 就會派大信封 就會在裁員更多職位 他們說提高效率 Mark Zuckerberg 就是 珠客百格 台灣地區 祖客百 應該就會進行第二輪的裁員 其實現在我都很麻煩 我經常聽親戚說 都跟都跟都跟 有時候我都說都跟 這個 城市重建 和我談多些計 對呀 很害怕 墮入那邊 都跟 這個 Mark Zuckerberg 他就說 現在我們 Meta 要搞一個叫高效之年 高效之年 提高效率 即是 他的意思就是 要減人 精簡架構 削減成本 這個 增加效率 這是一個 新的說法 因為幾年前 聽得比較多的是 業務重組 多好聽 沒錯 重組 其實就是 炒禁一些人 炒禁一些人 現在提高效率 也是炒人 其實提高效率 也可以是 增加人手 對呀 看你怎麼看 原來Facebook 內部人士就說 Facebook也挺厲害的 是4690億美金 的市值 打算又是炒多幾千人 這個也是Mark Zuckerberg 是控制財務狀況的 一個努力 經濟放緩也是侵蝕了這間公司的盈利 去年年底 其實Facebook 都已經是宣佈裁員 在去年年底的裁員基礎上 其實當時很厲害 裁員是影響了8.7萬名員工當中的 1.1萬名 即是1萬多人 現在有多幾千 可能最後要炒成2萬人 最近幾個星期 其實越來越多的高層也都離開公司 增加了 他們公司內部的不穩定性 因為軍心不穩 Metta 公司美洲 銷售組織副總裁 剛剛是辭職 剛剛是辭職 首席商務官 2月已經離職 Metta大福財員是為了 回應投資者 對於這間公司 就說 你這間公司駕藏點局 太過多人了 還有 至少你這個Mark Zuckerberg 好學不學學蕭若縣 搞完宇宙 還是蕭若縣學他 之前 杜汶澤 衰黎明都說想搞完宇宙 現在沒什麼聲氣了 應該 一般 都瘋了 憑杜汶澤的性格 如果他成功還不大張旗鼓嗎 其實他最搞笑的這個人 他經常說 人要平靜 還教人家什麼 要禪修這些 結果自己 小小事 就很不平靜地 罵人 Mark Zuckerberg 用了幾十億美元 建立完宇宙 結果 都蠻糟糕 後來他也有一點是後退 對的 因為股東給他壓力相當大 由於預計將會裁員 所以一些團隊的預算已經被凍結 而領導層 最近就告訴一些員工 他們不會向某些團隊 提供 總監級別的升職 這種不確定性就導致公司 內部幾個月來 都很混亂 和 士氣很差很差 那麼混亂之下 Facebook 和其他他當然有Meta 他人才方面真的陷入困境 也影響了晉升 還有是 薪酬 飯碗也保不住 還說晉升 其實Meta 今年的業績是下滑的 和其他主要依賴廣告支出的業務一樣 其實業績下滑 原因是宏觀 經濟形勢比較差 以及 對手的TikTok 的確有些跟量 與此同時 Mark Zuckerberg 將他的公司的進用點 轉向每年投資100億美金 打算建立一個 數碼虛爾形象組成的元宇宙 不過這個舉動 他也說明 幾年內 他不太可能是有盈利的 以及 今年2月 Mark Zuckerberg 其實也有少少是之需 他就宣佈 Meta 以效率為中止 包括 削減一些無效的項目 撤銷中層管理的一些職級 以及更快地做出 決策 當然一些 經理就被要求 轉到 不管你任何人的崗位 即是所謂 個人貢獻者崗位 要麼你離開公司 Facebook當然 亦受影響 Instagram 受影響 還有 WhatsApp 最新的裁員 預計 對政策 行銷 以及 傳播團隊造成的 衝擊是最大的 會不會是停 不會 華爾街日報 最少幾個月內 還有幾輪 有幾輪 對呀 人家就 打算訪問一下 朱克伯格 沒有任何評論 對不起 不如一次過 可能他也要看看哪些人要 我想是這樣的 他要看看哪些人要 哪些人不要 我想就是這樣 你不如這樣 你做一次大規模的評估 搞得每個人心惶惶 一次過 然後 你要給別人信心 經過這一次的 以後就不會了 以後你就說不到 起碼要這樣 但你這樣 未來還有幾次 如果你在那裏 工作中的員工 很難有心機做工 如果你 難聽點說 你也不知道明天是否在這裏做 北愛爾蘭 其實都是對英國的一個肯定 終於 成哥 談了一條 北愛爾蘭協定書的補充 這個補充 就叫做溫沙框架 我們之前都介紹過 英國首相 深偉城 邀請拜登參加貝爾法斯特的慶祝活動 拜登亦表示會去 當然拜登亦都愛爾蘭裔 收到深偉城的邀請之後 拜登就說 我都打算去北愛爾蘭 紀念貝爾法斯特協議 已簽署25周年 兩個國家領導人 你都知道 亦都是跟我們的總理 跟澳洲總理 艾博蓮或者 Albanese 或者叫 艾爾班尼斯 談 澳英美聯盟 是的 其他的主持都說了最後結果是怎樣 說回成哥這件事 成哥請拜登去北愛 為了紀念 這個 Good Friday Agreement 就是 佩爾法斯特協議 簽署周年紀念日 成哥就說 我知道對於 阿Joe 你來講是非常特別 和個人的事情 我們英國 很想請你過來 為什麼對於阿Joe來講 拜登來講是這麼特別 因為 拜登和很多 其實 說真的在美國兩個地方的人是最有實力的 我覺得 就是 外爾蘭裔 和德國 德國 以色列和 美國的特殊關係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應該三個地方的人 在美國就很有實力 拜登和很多美國的政要一樣 早上都是來自外爾蘭 拜登是外爾蘭裔的美國人 曾經 在參議院 外交關係委員會任職幾十年 他就說 二十五年 就好像發生在昨日 好似 那些歌詞 Yesterday once more 說真的 他就說 不管怎樣也好 多謝你 多謝你請我去北愛 記者就問阿Joe 是不是你真的去 阿Joe就說 或者這個Joe老頭就說 我打算去北愛和愛爾蘭共和國 我們這裏有很多北愛人 即是這些 老前輩 他都說自己是外爾蘭人 講義上來說也是的 你不講國籍 辛偉誠也說 一切期待 拜登 會到英國參加這個周年紀念日 為什麼呢 因為很不容易才把這個北愛爾蘭協定書的補充 溫沙框架談出來 他當然要show off 自己的實力 這麼辛苦才談回來 那麼 阿強怎麼辦呢 阿John怎麼辦呢 阿Johnson怎麼辦呢 Boris Johnson怎麼辦呢 搞你的演講那些東西 寫書吧 寫書吧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這個紀念活動就在4月中旬 在貝爾法斯特的皇后大學 舉行 幾天活動 他當然了 辛偉誠就說希望阿Joe會到場 阿Joe是會的 即是這個Joe老頭 這個拜登會到場的 1998年4月10日就簽署了貝爾法斯特協議 亦結束了 北愛爾蘭幾十年來的衝突 真是有人是離世的 不是說笑的 整天有波羅食的 達成協議 當然 其實 這個這麼複雜的談判是由美國特使 喬治米切爾是 主持 所以 美國 派人去 如果阿Joe 自己去 可以這麼說 都是 挺有意義的 挺有意義的 因為這個 喬治米切爾 其實他是民主黨人 民主黨人 他 在卸任之後 在北愛和中東問題上 是經常去滑船的 當然 在北愛問題當中 他在1996年和1998年 就是貝爾法斯特協議的主要參與者 也是挺重要的 他還在人世 不過也有近一年多 1933年出生 最近 白宮 民主黨和共和黨 都堅持認為任何脫歐後的貿易安排 是不可以違反貝爾法斯特協議的 如果貝爾法斯特協議是不用的話 你知道到時有可能請你吃菠蘿 上個月 成哥新委成 英國首相 就和 馮德萊恩 歐盟委員會主席 宣佈溫沙框架 拜登對溫沙框架 是非常歡迎的 老實說 拜登是施壓給新委成的 如果不是你怎麼抗俄 你經常為了這個北外南協定書 英國和歐盟經常對著幹 那就是撕裂 西方 怎麼抗俄呢 現在這樣談好了 對於Joe來說 這個Joe老頭 拜登來說是一件好事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